小红球闪关 冲玉青山 第七关 开始 咱们今天又换回这个红球了 不用黄球了 这个铁甲黑方块的话 咱们从它这个翻滚的时候 攻击它的底部 可以破除它的铁甲 然后再 它就跟普通的黑方块一样 没什么区别 可以直接一击必杀 这个地方的话 先往左踩 然后顺势蹦过去 这个地方 把这个木头条推过去 它会 它并不会掉下去的 它这个地方会跟前面卡住 把木头箱子推过来 咱们蹦上来 快速跳跃 检查点 把这个黑方块 这个地方 用小红球撞击这个门板 还是这个 快速跳跃 吃上铁甲铁甲 咱们用这个石锤 把这个黑方块锤死 获得了一个成就 快速跳跃 身上星星 这个小推车 小推车的话 还是保留原地不要动了 咱们应该把这个木头箱子推过来 推过去 利用这个木头箱子 咱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星星吃了 哎 又飞起来了 这个地方 挺有意思的 咱们 现在还是银牌 没有达到金牌啊 咱们得回去 把那个铁甲黑方块 击杀了 来路返回 这 红牛船冠第四步的话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 一二三张的时候 可以不击杀呀 现在的话 必须得把所有敌人 全部击杀 所有星星 全部吃的吃掉 然后才可以获得金牌 并且自己的话 应该是不能损失这个生命啊 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更新到第五大章了 喜欢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关注咱们的频道 手游酷板 这里快速跳跃 平稳推动了 把这个沃沃杆推过来 咱们踩着沃沃杆 把箱子推过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 机关呢 从右往左推 可以把前面这个木头翘起来 然后顺着这个鞋盒 然后咱们飞到 上面去 咱们先把星星跟这个黑方块 都解决了 然后再搞定这个 先把星星吃了 咱们就可以直接跳去了 中途星星都吃完了 感觉还是角度五块不够 咱们再回来再找一次 快速踩这个水箱 这得的话 两种方法 一种是快速跳跃 另一种是保持平稳 快速跳跃 通过 诶 怎么没有音乐了 你这个地方 这是第十关 好了 我们熟悉的可爱音乐又回来了 跳 获得了成就 诶 我们差一点就掉下来 好吧 把这个黑方块解决了 还是这个红球看的比较有意思 这个黄球感觉没红球搞笑 快速跳跃 这个游戏主要掌握的就是 各种的 随机的这个机会 有的关卡的话需要进行多次尝试 成功过关 成功过关